我第一個工作 外出工作是結婚以後 我36歲左右 36歲 因為是一個社區的 李明慧堂 他辦了一個土紅舞班 鄰居就邀我去參加 然後剛好裡面遇到一位 電子公司的 他非常的開朗 每天都笑嘻嘻的 他說他的日子很快樂 他白天去上班 電子公司上班 大家相處得都很愉快 然後晚上一個禮拜一次兩次 他要參加兩個禮 就一個禮拜有兩次的課 他來跳土紅舞 他就一直邀我說 我上班很快樂 你要不要來參加我們電子公司 正好有缺人 我心裡想說 我在家只有做一個代工的工作 所以那個收入不穩定 一個月有時候賺個一千多 有時候賺個七八百的 還要照顧家裡的小孩 所以不大走得開 這樣講我心裡想說 來去電子公司上班也不錯 一個月大概三四千塊這樣子 我心裡想說好啊 好啊你幫我介紹 他就說好我們現在剛好有缺人啊 你就來吧 然後我就被他帶去上班了 打工的時候 他說好家裡有個小孩 那隔壁的鄰居呢 他非常喜歡男孩子 他有四五個女孩子 然後就說我幫你照顧小孩 沒關係 但是我還是忍住了 六歲把小孩子最小的 送到幼稚園去 我就去打工 那時候薪水很低 半個月領一次的薪水 我才領一千多塊 那時候的民國七十幾年吧 算很久的是 那第二次領薪水的時候 稍微多一點點錢 但是我的薪水條啊 我實在是太勾矣了啦 我去洗手間 我的薪水那個本子就丟在桌上 領班來把你丟在桌上 我沒有收起來 我的薪水整包不見了 然後我好難過 辛苦了一個月啊 那個月的工資 只有領到一千多塊而已 那你要怎麼辦呢 很多傳說啦 是某某的拿走了啦 那你真笨耶 為什麼錢沒有拿走 錢包沒有拿走呢 誰知道 我吃了一個大悶虧 然後以後對這個 這個錢的東西啊 就當然是很謹慎的收起來 那打工的時候呢 當然新人嘛 大家都好好奇的要來看你 那看你做的工作 我做的工作是 電子裡面是最不好的工作是什麼 因為新的人 人家都是派給你最 人家不要做的工作 那我們 我們為了要賺錢只好做了在旱席 那旱席呢 那個爐子是很熱的 那你想賺點錢啊 只能忍受嘛 然後到後來呢 在在貝福廠那邊的工作是 以前是貝福廠後來改墊子嘛 有兩個樓層 到後來呢 七樓也收掉了就變成六樓 變成說墊子呢 一直收邊啦 那有些東西啊 不想生產的 就是良力太低了 他不想生產就收起來 然後兩個樓層合併成一個樓層 然後進入第六個月 期限我就是剛下樓層的時候 在六樓 他都是做電感的 就是那種七包線 那個線呢有22的 還有20的18的 還有48的是最細的 比頭髮的法師還要細的線 然後我本來是拉那個平台 平台是用手控制線去拉 電感夾上去去拉 然後後來我就照顧那個自動的 自動的機器一個人顧兩台 自動的是很輕鬆 手比較巧 那自動的他轉圈的時候啊 那個圈會越轉越大 他的紙啊就會拋離那個原來的規定範圍 所以啊必須找師傅來調你的機器 鬆掉 因為一直自動的在打轉 他就會震動震動 螺絲就會鬆 鬆了電感就變形了 然後師傅來的時候 師傅就會說啊我今天修好多台了 自己想辦法啦你的數量夠了嘛 夠了就好了啦不要再 不要再 不要再打線了啦線圈不要再打了 我也不想再幫你維修啦 我心裡想說 竟然有這樣的師傅 我真的很 屁公司很暴驅你知道嗎 公司竟然請到這種師傅 因為我自己本身喔 是會想說我現在來上工 我就是要賺錢 然後我會想說我要為公司賺錢 我不會偷懶 我的心態是這樣子的 還有一位姓林的師傅啊 從通用公司退下來的 是科家人 那個人非常好 他會教我技術喔怎麼調機器喔 他說我如果沒有來的時候喔 你萬一線圈變形了 你可以自己試著調看看 然後我就他教我方法 我就試著去調我的機器 瞧一瞧當然要找測試的小姐 再來測試那個線圈嘛 那你是不是在那個正負30%內啊 因為他還要上交 上交的時候還要會縮嘛 線圈會縮小一點 都要去量那個他的值啊 他的電感的值啊連的 量起來可以的話 你可以繼續做 因為那個自動的東西喔 就是你大概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 有變形的話 你就要去測那個電感的值 所以我學會了調機器 那調機器會學會了啊 那我的主管就說 你這個人啊 學東西還真快耶 他就說 我把你升起來當領班好不好 我說不要喔 因為我沒有讀很多書啊 我大概不會寫那些報表什麼 那我的主管就說 哎呀你放心啦 那個都很簡單 那個是知識的公式啊 所以喔 只要教你喔 你多用幾次啊 你就 你就會可以當領班了 你會調機器就很厲害 你知道嗎 我就聽他的欠勁 你知道 還有我們同好啊 我們同一條線上的人說 恭喜你喔 像我們做了好幾年喔 我們都沒有那種資格去 去被領選為領班啊 你才進來才沒有半年耶 你就要起來當領班了 是一個機會啊 你應該很高興的去接受他 並接受挑戰 我就聽那個我們同事的簽進啊 我就好吧 我就試試看吧 我跟我的主管說 我只能試試看 但是喔 我不知道我能夠做好他嗎 請說那個主管跟領班啊 協助我 就這樣子 在那個電子公司啊 我做了五六年 那後來呢 為什麼沒有做呢 就是那個電子公司啊 老闆是外國人嘛 他喔 要把公司 牽回去墨西哥 哇 這個是 這個是離我多遙遠的地方啊 然後他有問說 欸 線上啊 有些人啊 有沒有人願意去墨西哥的啊 哇 這個就很奇怪了 當然不會去啦 因為家有那麼多小孩怎麼辦 所以啊 齊倩是先 簽到那個什麼 戲子啊 戲子啊 這個是鬧了一個工潮啊 大家就反對簽戲子 因為黎家園 啊家裡都有小孩要照顧要煮飯嘛 下班要趕回去煮飯嘛 啊怎麼辦 戲子怎麼來 回來就很晚了 然後有交通車接送 後來我沒有去戲子 我就留在我們裡面一位工程師啊 他自己拿工作來做 也是拿公司的那個電桿回家做 那工程師自己開個小工廠 然後就問我說 我願意去他家做嗎 做那個開的小工廠 一樣喔 叫我管理 那我管理的話 我就要學會很多東西啊 也要焊息啊 也要繞線啊 也要指導那個 還要測試那個電桿值 我在他的 他開的小工廠裡面呢 我做了一年半的時間 後來呢 我因為小孩子的關係啊 我就說 我覺得我蠻累的 我想要休息一下 我就離開那個小公司 就這樣離開了 因為我在那邊上班啊 流動力很高 所以變成缺人的地方 我都要補上去啊 所以我變成說 要管一條線 還要管整個工廠 部主的能力啊 還要補貼下去 所以我會覺得太累了 後來我還是選擇說 老闆你 是找換一個人來管理看看啊 我覺得我能力有限啊 而且啊 小孩子正需要有人照顧的時候 小孩子會因為兩個兄弟吵架 騎腳踏車到公司去找我 那我就會分心了啊 就是這樣對老闆也不是很盡責啦 因為我自己的慣性是說 我今天來上班 我就要充分的利用上班的時間做公司的事 我不想說小孩子來找我 因為吵架什麼 找我來替他排除那些難題啊 所以啊我後來就離開那個小公司 這是我在電子公司啊 工作的那個經歷啊 我覺得也是滿好玩的啦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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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